用VVD2配合这个CAS2、CAS3棒智能和智能款的测试平台 来读一下这个CAS3的信息 这个是CAS3的 首先要连接CAS插头 再把10倍卡连上去 CAS卡连接好了之后我们就把这个电源连上去 连上去的话读数据不要进行钥匙同步的测试 因为是CAS2、CAS3智能款的 它这个电火开关可以不用按 以后我们来读一下它的数据 选择要是学习里面的CAS信息 点连接 可以读取这个里程,读取这个code 点连接 点连接OK 读里程有的是读不成功 读不成功的话就把钥匙点火都打开 然后就可以读成功里程了 然后我们可以读一下这个数据 先读一下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我们可以选择钥匙学习 点击连接 我们把这个钥匙开关打开 我们再重申点击这个钥匙连接 这个是钥匙卫生的钥匙 我们获取钥匙信息 这个会提示降级CAS 因为我这个CAS在这家是降级了CAS的 所以它能够获取得到 可以保存这个钥匙数据 如果要添加一把钥匙 就点击添加钥匙就可以了 这里也要选择从经销商 从这个生存真销商钥匙从这个编程器 把这个钥匙放到这个编程器里面生存 生存成功了之后 CAS3加这种棒智能的 是直接可以测试的 它就可以启动 如果没有的话点添加钥匙 添加钥匙成功之后 同步ENOV或者CAS 还有DME